我們看一下這一題 以前有那個夜間簿的考題 這是一個蠻古老的時候 但後來就廢掉了 那這題是看一個根與係數 這裡有兩個根 所以一開始 這邊可以分成s-α s-β 會等於這個式字 那從這裡面呢 我們當然知道 這個乘開之後就是 就是s-平方減掉α加β的x加上αβ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了 有一個關係 就是α加β是2 α乘β是1 這是我們所謂的根與係數 那現在 s-平加px加q 它一樣也可以分寫成 s-α-平 x-β-平 所以我們就知道 其實這邊我們就會得到 這邊展開 我們就 s-平方減掉 α-平加β-平的x 再加上呢 α-平-β-平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兩式是一樣的 所以我的p其實就是什麼 負的α-平加β-平 那q 其實就是什麼呢 α-平跟β-平 那q 其實就是 剛好從這裡就可以得到了 就是-1的平方 所以q就是1 那p呢 p的話這邊要稍微動一下手腳 所以p的話 我們就可以得到負的 這個 就變成 就是主要我們要算這個式子 這個這個式子 就是說 我們可以先把這個 製造平方向就透過這裡來 我們就是先把α加β的平方 減掉兩個α-β 這樣子我們就會得到α-平加β-平 這樣子我們就負的 然後這裡會變成 2平再加上2 所以這得到的就是-6 所以這裡就是-6 所以 根以係數 一般很喜歡玩弄這種關係 就是看 α-平β-平 α乘β 他